Hello 大家好 现在进入了第二节课的学习内容 第二节课的主题叫做 Key S 这是谁 这节课主要 这节课分完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还是一样的 先学语法部分 语法呢今天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语法 第一个点是叫做定冠词 然后我们会学习到它的形式和它的一些用法 今天这个单元主要还是学到的是单数 复数的话在第二个单元的时候会学到 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语法知识点呢 是名词和形容词的阴性化 也就是说当一个阳性名词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阴性的 男生和女生这样子的区别 通过词尾的一个改变 就可以使它由男性变成女性 第三个呢也是今天比较难的一个点 在于介词部分 一个是城市名词前面的介词 一个是国家名词前的介词 因为它的阴阳性或者是单复数的不同呢 它的介词使用方式也会不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语法知识 第一个语法知识点叫做定冠词 它有两种 一个是阳性的 一个是阴性的 然后还会有第三种形式 现在我们看一下阳性的 是叫做le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因为它是阳性的 所以呢 它就是 那 因为它是 女性 所以它是 Lafame 那 为什么还会有第三种形式呢 那是因为 如果它是 原音开头 或者是 R时 开头的话 它就会有 有一个省音的部分 就L加上一个单语号 比如说 A居将 这个单词 它是原音开头的 所以 LeA居将 和LaA居将 都是LeA居将 好 大家看一下 LeA居将 或者是 LeA居将 或者是LeA居将 是LaA居将 也是LeA居将 因为它是原音开头 因为原音开头的原音呢 所以这个L的话 就要加上一个单词 把它省音 同样的 LeA居将 Lom 变成了Lom 然后 LaEhoina 女英雄 也变成了LeHoin 它这个单复数 性数 都是要保持一致的 阳性的是Le 阴性的是La LeCour 然后 LaFemme 好吧 然后如果碰到A居将 和Om这样子的 原音开头 或者是 亚音R时开头的话 没有办法去区分 它的阴阳区别 只能 只能用L打一个单引号 来代替 这就是定贯词的 单数形式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用法 定贯词它的用法 一共有五大类 这里我有总结一下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 总结语第一条 是已经提及的 什么叫已经提及的呢 比如说第一个 C'est une belle voiture 这是一辆漂亮的车 也就是说 当我们第一次提到 说它是一辆 不知道是哪一辆 那后面的话 要用到 La voiture 是杜邦先生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是已经提到过的 我们再次提到的时候呢 就是特指的 这辆汽车了 这辆汽车是杜邦先生的 已经提到的 就一定要用定贯词 第二个总结语是 皆知的 双方都知道的 我们来看一下 Vous n'avez pas de cours ce matin? 今天早上没有课吗? Non Le professeur est malade 说到Le professeur est malade 就说明这个老师生病 那潜意识 就是说 我们可以叫得出 他是张老师 李老师 他们可以知道 是具体的哪个老师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 也就是用到了定贯词 是这一个老师 知道他的姓名的 第三个 是限定成分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 比如说 Anne et la petite sœur Ana是保罗的小妹妹 也就是说 他的限定成分 已经是保罗的 对不对 他是他保罗的小妹妹 这个情况下 就不能用 不定贯词 要用定贯词 他属于他的 他是一个限定的 被限定了 他是有个所属概念的情况下 也是需要用到定贯词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类 第四类呢 叫做总体的集合概念哦 有咖啡 比如说 比如说太阳呀 月亮啊 地球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 地球是圆的 Ladère est ronde 这个地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仅有的 也是需要用到定贯词 这样子的概念 好 也就是说定贯词 有这五类用法 然后单数有三种存在形式 L la 然后另一种就是跟原音 或者是雅音而始 开头的是L 加上一个单影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第一个语法知识点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语法知识点 叫做名词的阴性化 名词阴性化 为什么会存在呢 首先 法语是分上 阴性或者阳性的 它是有男生 还是有女生 都是有可能的 那 因为要区分这个样子 它是男生 还是女生 这个事情 就需要通过一个变形 来区分 这个变形有很多种可能 但是90%吧 甚至更多 都是单独的 加上一个 语就好了 通过这样子一个 加语的方式 就可以说明 她是一个女生 比如说男大学生 是A巨匠 那女大学生呢 也就是A巨匠 这个呃 在词尾的这个呃 起到关键性作用 可以让我们知道 它是男生 还是女生 男大学生 A巨匠 女大学生 是A巨匠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形式 哦 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没有那么简单的 但是还是有一定规律 要掌握的 在这个课文当中呢 我们有五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 Dur 变成Tris 那 这个单词 Directeur 是经理的意思 Directeur 它是经理的意思 男经理是Directeur 那个Dur 变成Tris 把这个最后面的尾 把变一下 变成了Tris的话 那么女经理也就出来了 它的读法是 Directeur 男经理 Directeur 女经理 Directeur Directeur Directrice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 A变成A的情况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舞蹈家 Danceur 是男舞蹈家 那Seur 变成A的话 女的舞蹈家 就是Danceur 男舞蹈家 Danceur 女舞蹈家 Danc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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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大家看第三类 A变成R 记住 发音不一样 这个是前面是微笑音 A嘴巴要开一点点 点一点点 这个是A 嘴巴要比前面要更大一点 然后它也比较像那个英文的美化音 A的音 一个是A 一个是A 然后呢上面也会有一个音符 所以说Boulanger Boulanger 是面包师 男面包师就是Boulanger 那女面包师呢 就是Boulanger Boulanger Boulanger 非常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第四个 F 变成V 变成V 单数 阳性单数的情况下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犹太人 JUV 也就变成了JUV 男的犹太人 JUV 女的犹太人 是JUV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类是JUV 变成JUV 最单词的意思是电脑信息程序员 Informatician Informatician 发音的时候记住一下 这个Informatician 它是鼻原音 要从鼻子出来的 然后这个呢 因为有两个N的 把鼻原音给弱化了 它只是个普通的发音 不需要通过鼻原音 仔细听一下它的区别 我发音稍微慢一点点 Informatician 然后Informatician Informatician Informatician 好 这些我们再重新再说一下 大部分情况下是 加上E来音进化 然后还有五种特殊规律 ZEUR变成Trice EUR变成EUR E变成R F变成V YEN变成YEN 所以 男经理 女经理 Directeur Directrice 男舞者 女舞者 Danceur Danceuse 男面包师 女面包师 Boulanger Boulanger 男犹太人 女犹太人 JUV JUV 男程序员 女程序员 Informatician Informatician 非常好 既然已经掌握的话 我们就顺便把旁边的题目的例子给做一下 销售这个单词是GOMERCIAL 好 这个相对应的呢 就是前面的 最普遍的情况下 所以说 Informat 不是Informat 少许 不好意思 男销售员是Informat 是GOMERCIAL 男销售员是GOMERCIAL 那女销售员呢 就是GOMERCIAL 同样的发音 但是后面要加上一个E 好 演员这个单词呢 男演员 它是ACTEUR 那DEUR要变成TIS 那女演员的发音就是ACTEUR ACTEUR ACTEUR 好 非常好 好 我们继续来往下面看 歌手这个单词是CHANTEUR 那ER ER 变成ER 就是CHANTEUR 男歌手CHANTEUR 女歌手CHANTEUR 下面这个单词 NOMING FERMI 是男 物浓者 那女的物浓者呢 就是FERMIER FERMIER FERMIER 接下来再往下面看 运动员 运动员 男运动员是SPORTIV 那FU要变成VU 女运动员也就是SPORTIV 技术员 男技术员是TECNICIAN 那SEAN变成YEN 就是TECNICIAN TECNICIAN 好 我们下读一下 COMMERCIAL COMMERCIAL ACTEUR ACTEUR CHANTEUR CHANTEUZE FERMIER FERMIER SPORTIV SPORTIV TECNICIAN TECNICIEN 既然掌握这些规律 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结构 大部分结构是A 有A变成A 和A变成A 这些都是 那还有在这个框框里面 画出来的框框 其实就是说明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PPT 第一个情况下是 大部分情况 它是由A结尾 已经结尾的话 它保持不变 通过前面的定贯词 可以区分出来 那秘书这个单词 它是SEQUETER 因为它是以A结尾 那阴阳性要区别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再加A来区分了 不可能在后面再加一个A 那就只能靠前面的定贯词 和不定贯词来区分 那定贯词的阳性定贯词是 L定贯词的阴性定贯词是 L LU SEQUETER 就是男秘书 LU SEQUETER 也就是女秘书 同样的作用 可以用在摄影师这个单词 男的摄影师 诗是LU FOTOGRAPHE 女的摄影师 也就是LU FOTOGRAPHE 一定要记住LU和LU的区别 在背单词的时候 也经常要把这个LU和LU 也一起背进去 很好的区分 它是阴性还是阳性 好 还有一类呢 它是因为历史的一些原因 很多当时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 很多人就只有男性在从事 那现在到现代的话 这个职业不专属于男性了 还会有些女性也从事这个职业 为了区分男性和女性 这个时候我们单纯的靠贯词是没有办法的 还需要加上一个FAM来强调一下 那比如说Professor 女教师 这个教师这个职业的话 男教师是LeProfessor 那女教师我们会加上一个FAM 就变成了La FAM Professor 同样的作用 用在医生这个职业当中 LeMédecin 就使的是男的医生 LeMédecin 想说女医生的话 也会要加上一个FAM 也就变成了La FAM Médecin LeMédecin La FAM Médecin 男医生 女医生 第三种情况 那它阴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单词来代替的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这一对反译词 Anonome Uniform 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就完全是不同的词单词 也就是Om 一个FAM 没有办法通过变形来区分 要用完全不同的单词 同样的男孩子女孩子 男孩子是un garçon 女孩子是une fille garçon fille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区分 它是男生和女生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习题里面的单词 全都是O结尾 那既然它都是O结尾 怎样去区分它的阴阳性呢 之前有提到对不对 就是根据前面的定冠词来区分 只能用Le和La了 或者是用不定冠词 Aune 这个我们在下节课会有讲到 科学家 男科学家 Le scientifique 女科学家 La scientifique 通过这种方式来区分它是阴性还是阳性 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第二个语法知识点当中的第一部分 叫做名词的阴性化 那既然讲到名词 那还会有形容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的阴性化 形容词音性化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例子 除了这个地方 我们最后会讲到 先我们来看一下相似的例子 也是加上O来结尾 大部分情况 那怎么样区分日本男人和日本女人呢 日本男人是Japone 加上O 然后因为S在两个原因中间 要发子的音 所以是Japonez 日本男人Japone 日本女人Japonez 跟刚才名词一样 如果后面已经是O结尾 我们不能再加上一个O来区分 它是阴性和是阳性的 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变了 Facile是简单的意思 然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单词的变化 都是一样的 Facile Facile 一样的写法 同样的跟刚才的特殊情况 变为也是一样的 Ian变成Yan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是意大利人哦 男意大利人就是Yi-da-lian 与意大利人呢 也就是变成了Yi-da-lian Yi-da-lian 那这个R变成N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例子 其实它也就是往后面加一个R就好了 跟普遍例子是一样的 加一个R 只是很多 就是很多名词 就是那个国家名的那个名词 形容词 它很多都是用R结尾 那既然是用R结尾 就在这里就特殊提出来一下 记住 它后面加个R就可以让它阴性化 American这个是美国人的意思 南美国人 美国的男性 我们就会说是American 然后说美国的女性加上一个R呢 那就是American 同样的 Yer变成R 跟刚才名词一样的 是A变成R Familia就是通俗的意思 而是阳性的话 就是Familia 音性的话 记住声音的变化 一个是A 一个是A 然后还有记住 它上面有一个accent 就是有一个 这个声调 好不好 同样是变成5 Nuf这个单词 虽然看上去有点像数字的9啊 但是它不是9 在这个地方作为形容词 我们现在学形容词 它是新的的意思 什么东西很新 Nuf 那如果要变成阴性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Nuf 新的东西 说一个新的东西 阳性的是Nuf 变成一个阴性的女性的东西的时候 就变成Nuf 同样的A变成R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贵的 也可以说是亲爱的 那Share变成了Share A变成R 最后一个就是形容词里面有的 然后在名词里面是没有的 它是X变成Z 然后X在最后面是有不发音的 因为就后面是长发俏丽人 这个长发俏丽人 作为处音字母最后才发音 其余的是不用发音的 所以这个X是不发音的 然后就后面因为S变成了Z 那这个单词的意思呢 是Happy 非常幸福的意思 Ere 变成了Ereze 说一个阳 女生的话 如果说一个男生 他很幸福的话 是Ile are 那说一个女生很幸福的话 就是El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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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起来读一下 记住一下一些发音上面的一些语分 Japon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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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le Facile Italian Italienne Américain Américaine Familier Familière Neuf Neuve Cher Cher Heure 很好 那既然学习到了这些规则 我们就把题目做一下 旁边这个练习题 中国男性是Shinwa 那中国女性呢 对 就是像日本女性一样 要最普遍的那种情况 加上一个E就好了 Shinwa 中国男生是Shinwa 中国女生是Shinwa 这后面如果已经有恶的情况呢 就什么都不需要加 所以瑞士这个单词 它瑞士男生女生都好 都是Suis 不会变Suis Ganadian 加拿大的男性是Ganadian 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呢 就变成了Ganadian 跟那个Italian 是一样的 Italian Italian 最后的这个单词 它阳性的时候是Dernier 那阴性的话就变成了Dernier Dernier Dernier 生动的这个单词也是一样的 Vif 变成Vive Nafenov 是一样的变化 Permier 第一个的这个单词 它跟那个A E变成R 是一样的 就是Permier Fame 就像Oho 那个Happy 这个单词 幸福 这个单词一样的 Fame 就变成了Fame Muse Fame 一下读一下 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 Chinois Chinoise Suis Suis Canadian Canadienne Dernier Dernier Vif Vive Permier Permier Fame Fameuse 好 这是形容词 阴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好 接下来往下面再看 这个是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中还有一些补充 有机会 有感兴趣的东西 可以再看一下一些其他的 一些变形形式 但大部分也就是我们刚才有学到那几种特殊情况 好 接下来看今天最后一把知识点 也就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它是 借词 借词在发音里面叫做 Preposition 借词 那今天我们是学习关于城市名和国家名 城市名特别简单 应该说99% 接近于100%的情况下 就简单加一个A就好了 A 就可以 表示它是城市 比如说它住在罗马 或者它住在巴黎 巴黎这个单词是巴黎 罗马呢是Homme 那直接加上一个戒词 A就很简单呀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说 Ila Bita A 巴黎 Ila Bita A Homme 就可以说明它住在巴黎 和它住在罗马 这件事情就可以讲清楚 那 非常个别的情况下 那比如说这个开罗这个国家 它就是阳性的 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讲的 它是阳性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使用进来 A 加上了 L 也就是缩合冠词 就变成了 O 所以这个地方才会用到O 这个单词 Ila Bita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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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国家它会分阴性的 分阳性的 分负数的 还要分前面 国家前面是 是不是原因开头的 都会有差异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哪些国家是阳性的 哪些国家是阴性的 哪些国家是负数的呢 阳性的我统一都用 蓝色的代替 比如说 Le Japon 日本人 这就是一个阳性国家名 Le Canada 也是一个阳性国家名 加拿大 Le Hong 伊朗 伊朗这个国家呢 也是阳性国家名 但是切记 因为伊朗 它是原因开头 所以它的用法到时候会不一样一点 好 阴性国家名 那我统一用粉色标出来 它的 定冠词 就用La来表示 比如说法国和中国 这两个国家 都是阴性国家名 La France La Shein 好 意大利也是同样的 它是阴性国家名 Lidali 但还是一样的 要注意它是原因开头 只要是原因开头的国家名 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动 等会我们会讲到 好 现在极少数的负数国家名 它是用Le来表示 那负数国家名 因为有些国家是联邦制 所以就会要用到负数国家名 或者是群岛制 都会用到负数国家名 这样子的国家名不多 来跟着我读一下 美国这个单词是 Le Zeta Juni 因为要连读 Le Zeta Juni 我读了很多遍 是因为这个单词确实读上去 有点二口刚开始的时候 当以后习惯就好了 Le Zeta Juni 其实它字面翻译的就是联合起来的很多个国家了 Ata就是国家嘛 联合起来的很多国家 荷兰是Le Be Ba Le Be Ba 这 Ba其实是很矮的 地势很矮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荷兰这个地势很比较矮一点点 比较矮的地方呢 就是荷兰 Le Be Ba 好 菲律宾这个单词是 Le Filippine Le Filippine 好我们来看一下 Aung的国家 用Aung这个介词会有哪两种情况呢 第一个 所有的阴性单数国家名 我们把贯词省略直接用Aung 那阴性我们这边有看到 法国中国这些都是阴性国家名 而且是单数的 所以会要用到Aung 我住在法国 我住在中国 Jabit en France Jabit en She 是用Aung 这个介词 好 我住在意大利 因为说过 如果是有原因开头的话 而且它还是单数的话 就是要用到Aung Jabit en Nidale 或者Jabit en Nihon 然后这个情况下 你就不要再去管它 是阳性的 还是阴性国家名的 只要是碰到原因的情况下 就用Aung就对了 所以Jabit en Nidale Jabit en Nihon 而且一定记住 要连读Aung 这个N跟后面的原因 要发在一起 Nidale en Nihon Nidale en Nihon 所以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阴性的 单数国家名 另一种情况是 原因开头 不管它是阳性还是阴性 只要是原因开头 A这个情况呢 也会有两种 A就会有两种变形形式啊 因为它要缩合嘛 一个是O 另一个也是O 读法一样 但是它的写法不一样 第一个缩合的是A加上L 另一个缩合是A加上L 好 A加上L的情况 也说明它是一个 单数国家名哦 比如说日本 就是O Japan 然后呢 加拿大就是O Kanada Jabit O Japan Jabit O Kanada 好 因为它是阳性的单数 那复数国家名 就统一是 A U X了 所以Jabit O Zeta Zuni 然后Jabit O Filipina O Zeta Zuni O Filipina 我住在美国 好 我们再重新读一下 Jabit O Japan Jabit O Kanada Jabit O Zeta Zuni Jabit O Filipina 好 就是这三种类型 一个是en 一个是o 一个是o en 阴性的 原因开头的 o 是阳性的 单数的 另一个o 是负数国家名 就这三种情况 也就是完成了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语法知识点的学习 好 很好 下面有些题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加拿大 Jabit O Kanada 然后呢 巴西 Jabit O Brasil 然后Jabit O Danmark 好 这些题目嘛 我们下一个节课 再继续学习一下 今天也就学到了 三个局法知识点 就一定同学们 可以好好的 在家复习一下 一个是定管词 名词形容词 阴性化 以及国家名词前的介词 好 接近到这个结束了 嗯 下节课再见 接近到这个结束了